哈喽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来讲一下我们正经活动的第三关 那这一关的我们的积分倍率还是乘一 然后我们上半场的话是带迪西亚和瑶瑶 下半场的话就是我们雷神和行秋 那映射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关的整体难度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啊 建议大家带点自己的角色上去 好 这是我们下半场的一个映射 好的 我们开始挑战 好 我们进来之后 我们首先啊 我们可以将迪西亚的大招啊 先释放一下 释放完毕后 我们释放元素战技 切换瑶瑶 再释放这个大招和这个月桂 然后我们等待这个迪西亚有大招 之后 我们切换上来 释放大招 好 挂到党丸 再释放一技能 然后我们再切换瑶瑶 好 整个流程的话 党法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这个迪西亚的话 更多的是当一个-C的作用 咱俩咱俩 Aí摩亚 好 你直接走 暖咱俩 在我们挡这个水元素的动物的时候 大家稍微注意这个走位 因为这些怪的话不像秋秋那样冲上来 它会保持你一定的距离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多走动一下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一下我们下半场 行秋释放一技能释放大招 雷神释放大招 记得也要释放一技能 好我们直接砍砍砍就行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注意这个走位 那这个独眼小宝的话 一前然后一后 然后再切换行秋 再释放大招 在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独眼小宝的一个刷新机制 中间这个像老鼠一样的 这个是精英怪 咱们不管它 那小宝的刷新机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然后你后面有一个 然后继续 往前 看到没 这里有一个 然后后退 就是你就是这两个点位 好 这时候我们这个大宝刷新出来了 它的位置跟小宝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简单的来讲 就是你往前打一只 然后往后再打一只 然后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被它冲撞了 这样的话特别浪费时间 好的我们第三关的整个挡法和这个刷新机制 基本上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我们下期见